爱情与你 详约大稻城单身联姻活动 首先来到大稻城码头搭乘爱之船 40位参加者在航程中一同欣赏河岸景色 玩游戏 认识大同登区三大展区 接着浪漫散走贵德街古迹老屋 与迪化街爱情产业链店家 并且到台北下海城隍庙拜月老 千鸿县赐良园 最后来到T-Fashion时尚基地进行联姻传话筒 以及体验印花乐捐印手作课程 丰富的游城与体验活动 让参加者都玩得相当开心 你今天来参加大同区公所的单身联姻活动 玩得开心吗 玩得很开心 那今天的活动 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游城呢 最深刻的是手作部分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团队合作 而且可以把成品带回家 我觉得很好玩 那如果大同区公所以后再办类似的活动 你还会想要再参加吗 会啊 会想再来玩 今天来参加大同区公所的单身联姻活动 你有没有玩得很开心啊 有 玩得很开心 那今天的活动里面 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环节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轮流的就是互动 对 因为平常我们平常很少跟很多人互动 但是这一次的话 我就透过这样的互动之后 可以了解各式各样不同行业的朋友 谢谢你 那如果大同区公所以后再办类似的活动 你还会想要再参加吗 会啊 因为我觉得整个流程都很好玩 为了让更多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 大同区公所结合2023年台湾灯会在台北 爱恋道成大同灯区 与台北下海城隍庙共同举办 爱情与你 详约大道成 单身联姻活动 让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 有更多互动与惊喜 并且在浪漫的灯区下感受满满的幸福氛围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魁违了23米又回到台北市了 那我们这次大同灯区呢 也设计了很多样的那个 在迪化街有三个展区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单身离活动 当然也要搭上这个热槽啊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 我们的大同灯区甜甜蜜蜜一下这样子 我们大同区 大道成非常的好玩 另外也结合地方上的资源 比如说大道成码头 货柜市集 还有蓝色公路 还有我们峡海城隍庙 还有我们T-Fashion时尚基地 我们结合这些资源 让我们单身还有樱花乐的手作 捐印手作体验 让我们参加者呢 可以那个享受到很多样化的 那个连衣体验这样子 我希望今天来参加的 所有的单身男女都可以赶快脱单 然后找到星星相应的另一半 大约大概六点半的时候 会带他们到我们的 星星星愿述的灯区 去拍个合照 让他们可以在那边许愿 去让自己可以早点脱单 然后寻觅到另外幸福的另一半 单身典音活动 在充满爱情粉红泡泡的 爱恋道成大同登区浪漫进行 活动丰富有趣 参加者透过彼此的互动 并且在台北峡海月老的加持下 总共有四对素配成功 一年内结婚者 还可以再获得区长祝贺红包 就是要让来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 快快脱单 立马找到幸福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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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